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古城以及新界大普三号分别有暴徒集结破坏 太古城更发生了暴力伤人事件 至少有五人受伤 其中一名伤者被咬掉了左边的耳朵 特区政府谴责暴力行为 并表示绝不能藐视法治使用私刑 英国首相约安逊此前的脱欧计划未能兑建 不过他强调此前与欧盟达成的协议 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脱欧途径 呼吁民众为保守党投票 而脱欧党的领袖法拉奇则表示 不参加12月大选全力抵制暗示的脱欧协议 加巴通污门事件的消息人士代表律师 在3号表示他愿意接受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的书面提问 以进一步离清事件的蓝龙去脉 唯不则批评泄密者发放假消息 要求再次公开泄密者身份 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号和3号在上海市考察调研时强调 要扎实推进长山脚一体化发展 着力提升城市能及和核心竞争力 不断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治理水平和能力 习近平指出城市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城市 老百姓的幸福乐园 要让人群民众在这里有获得感 有幸福感 习近平2号下午到黄浦江边的 杨浦居滨江公共空间 杨树浦水厂滨江段 沿滨江战桥查看黄浦江两岸风貌 习近平指出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像对待老人一样 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 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 让人们记得住历史 记得住乡愁 坚定文化自信 增强家国情怀 我们这个城市呢 归真结底啊 是人民的城市 老百姓的幸福乐于 公共空间要扩大 公共空间要提值 让人民群众在这里 有获得感受 祝你们幸福生活 习近平走进雨水花园 实地考察城市环境综合治理 河海绵城市建设等情况 随后习近平乘车沿途查看渔人码头 杨树浦港旧址等地标景观 对杨浦区科学改造边疆空间 打造群众公共休闲活动场所的做法 表示肯定 在参观途中 遇到许多正在休闲健身的市民 习近平同他们交谈 习近平指出 城市建设一定要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让城市一夜宜居 位于浦江岸边的人人屋党群服务站 是一个开放式党舰服务平台 习近平向服务站工作人员和居民 询问开展基层党舰和公共服务情况 其间鼓励一位年近九旬的老党员 多向年轻人讲一讲 坚定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 临近傍晚 习近平到长宁区古北市民中心考察调研 古北社区居住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 习近平听取社区治理情况介绍 并同正在参加立法意见征询的社区居民代表交流 他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要坚持好 巩固好 发展好 畅通民意反应渠道 丰富民主形式 习近平又查看涉外人员服务窗口 老年住餐点等 了解社区服务情况 习近平指出要推动城市治理的重心和配套资源 向街道社区下沉 聚焦基层挡件 城市管理 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等 主则主业 整合审批服务执法等方面力量 面向区域内群众开展服务 离开社区时 居民聚拢在路边 同习近平握手道别 另外习近平听取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工作汇报 对上海各项工作给予肯定 他希望上海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奋力创造新时代新奇迹 习近平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要统筹规划 建设 管理和生产 生活 生态等各方面 发挥好政府 社会 市民等各方力量 要抓住人民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扭助突出民生难题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同时要调动群众积极性 探索建立可持续的运作机制 习近平指出 要深入推进党中央交付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落实 上海自贸实验区 临港芯片区要进行更深层次 更宽领域 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平开放 设立科创版并试点注册制 要坚守定位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长三角三省一市 要增强大局意识 全局观念 聚焦重点领域 重点区域 重大项目 重大平台 把一体化发展的文章做好 习近平强调 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以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为切入点和突破口 加快提高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 形成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原创性成果 突破一批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 促创新 勇敢跳到世界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去搏击风浪 习近平强调 要扎实推进党的建设 各级党组织要在巩固和拓展第一批主题教育成果的同时 抓好第二批主题教育 衡量实际成效的根本标识就是解决问题 推动事业发展 第二批主题教育重点在基层 各级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 攻坚克难 习近平强调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 上海要把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让初心 新火相传 切实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境程中走在前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5号到10号将会在上海举行 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将会在5号出席开幕式 并且发表主旨演讲 有关进博会的更多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特派上海的记者 尼小文 小文你好 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明天就要正式在上海举行了 帮我们介绍有哪些看点 好的 主播 距离第二届进博会开幕还有一天的时间 那首先我们来预认一下这届进博会的主要看点 那首先在明天5号上午 第二届进博会及红桥国际经济论坛将会举行开幕式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同时希腊 法国 亚买加 塞尔维亚 四国的元首级政府首脑将会出席开幕式 另外还有十几个国家的国家领导人 以及140多位副部级官员和2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 都会出席这一届的进博会和红桥论坛 那么在开幕式结束之后 习近平将同各国领导人一起共同巡视国家展 而今年的国家展参展国家数量一共有64个 那么其中有24个都是首次亮相 那么最多的国家集中在亚洲和欧洲 分别是24个和17个 那么在其中当然中国馆也是最受关注的一个 那今年的中国馆面积一共有1500平方米 将会集中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发展成就 那另外呢比如像国产大飞机 深海勇士载人潜水器等一些高科技产品 也将会集中亮相 那这一节新博会另外一个重要的板块 企业商业展当中 那今年的面积也是比去年有所扩大 是达到了33万平方米 那共有150多个国家的3000多家企业 来参加这一次展览 那么其中呢我们也关注到 来自美国的企业参展的面积是最大的位居第一 也体现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 对于参加中国市场的信心 那么这几天我们在金博会场馆也看到 在金博会开幕前信的所有的场馆和展区展台 都已经基本准备就绪 那么接下来几天金博会的期间 我们也将会在现场 持续的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 好马上把时间交换给香港主播 好的谢谢小文代的最新连线报道 为了迎接5号开幕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近孔博览会 上海黄埔江两岸上演了一场璀璨的灯光主题 灯光秀文分为玉兰之城和中华文化两个部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象征上海城市之花的白玉兰 以及用波普艺术呈现的上海地标建筑 东方明珠电视塔展示了上海现代生活和江南文化的融合 随后在中华文化部分展示了国宝熊猫 戏剧脸谱以及剪纸鞭炮等独具特色的光影动画 而根据了解 灯光秀将会在进博会举办期间 也就是5号到10号每天晚间上演 休息一下回来看环球焦点 欢迎回来 中国国院总理李克强在泰国出席东亚合作领导员系列会议期间 3号晚间他出席泰坊举办的晚宴 宴会在曼谷近郊的一个皇家宴会厅举行 泰国总理巴玉和夫人亲自在场迎接中国国院总理李克强 以及与会的各国领导人 包括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以及韩国总统文在寅等人 出席的各国和地区领袖在宴会前一同合影留念 第35届东盟峰会一连三天在曼谷周开 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是这一次的会议焦点 另外在曼谷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 李克强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展开密集双边会谈 包括柬埔寨总统洪森 越南总理阮春福 以及老沃总统通论 当地时间三号下午 李克强在曼谷下榻的酒店会见节目宅首相洪森 这已经是两人今年的第三次见面 中间互为友好邻邦 中方始终支持各国走 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支持各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所做出的努力 洪森就表示两国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 执法合作富有成效 柬埔寨愿意同中国尽快商签自贸协定 在与老沃总理通论的会见中 李克强谈到要建设好中老铁路等大项目 中尉将全力支持老沃办好 滥仓江美共和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 通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并表示当前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已经全面布开 我们也相信中方将会继续在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 特别是推进东盟与中国的合作当中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早前李克强与越南总理阮春福会谈 这是7月中越在南海因争议海域 看待时有引发新的对峙以来 两国总理的首次会谈 在会谈中李克强希望中越双方相向而行 巩固政治互信 为明年建交70周年营造良好的氛围 李克强并强调双方要妥善处理海上问题 为扩大交流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转春福就表示愿意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 并通过对话沟通来妥善处理海上争议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强健发展 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将会正式交棒给越南 同时外界预期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最终排程 有很大的几率就会放在明年越南的系列峰会当中完成 在会谈当中李克强也表示 中国会全力支持明年越南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工作 同时也进而推动中国与东盟以及东亚合作的进展 富豪卫视 胡林陈其刘健 曼谷报道 另外李克强在曼谷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李克强重申中国将坚定维持多边主义 而古特雷斯是强调从不担忧中国崛起 因为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多极化和多边主义进程 会见中李克强表示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变化 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将继续坚定的维护多边主义 维护与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维护与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我们也愿意不但深化和联合国各领域的合作 一如既往的支持明日长先生的工作 联合国民处长古特雷斯就说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 国际社会必须避免任何分裂世界 创造两个体系 两套规则的局面 我们会完全对任何试图 去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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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使用商业和技术 去分裂两个世界 去分裂一样 这将会为未来的危险 我们并不怕中国的发展 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 另外李克强还在会议期间 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举行第七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 李克强表示 双方要真正地把彼此的发展视为机遇 在增进互信上多做加法 妥善处理分歧 推动中澳关系回归正常轨道 并行本支援 李克强也说 中澳合作不损害第三方 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应该受到第三方的影响 在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 作为重要经贸伙伴的两国 更加应该合作应对 莫里森就表示 澳大利亚作为主权国家 没有必要在澳中关系 澳美关系之间做出选择 将独立地与中国打交道 澳中关系不是交易 作为全面战略伙伴 澳大利亚期待尽快 和中国全面恢复各领域的交往与合作 冯黄卫视 胡林陈记 刘健 曼谷报道 小话挑请时事评论员秋晨海先生 为我们做进一步的点评分析 秋仙早 秋仙我们看到 现在包括了单边主义 还有保护主义 已经严重冲击到国际经济秩序 也影响国际经济的发展 不过我们也看到 这次李克强总理 在出席东盟系列会议时 再次重申中国将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您觉得他是想要向世界释出什么样的信号 首先我们讲 这个是中国一贯的立场 也是中国一贯的声音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是过去40年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从全球化当中获益的国家 我之所以说为数不多 因为这一轮全球化 已经历经40年 那么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也带来很大的益处 那么中国在中共产党的领导下 这个坚持独立自主的开放 同时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所以躲过了很多的风险 也躲到了很多的冲击 一直领导中国 在获取全球化益处的道路上 不断的向前 所以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从全球化当中获益的国家 那么当然 我们会坚持全球化 以及多边主义 但是与同时 我们也看到 全球化带来很多的伤害和冲击 那么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一些发达的经济体 美国 英国 欧洲等等 已经出现了一种以自我保护为倾向的 一种所谓的民粹 以及他们在这个棋手上的民意代表 就是他们的一种极端的一些领导人 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 那么这些领导人上台之后 为回令他们保守的民粹民意 又采取了更加保守的一种政策 那就是贸易战 或者贸易冲突的一个来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世界要发出一种正确的政治信号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我尤其感兴趣两点 第一点是这个 刚才我们在新片里播到的 李克强总理与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的一个会谈 联合国作为一个 虽然总部位于美国 但是它是一个国际组织 所以我认为这次联合国秘书长 也发出了一个正确的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中国必须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 联起手来 则继续坚持多边主义 继续坚持开放 继续坚持全球化 当然我们也会非常好的平衡 全球化带来一些冲击 使未来的 无论是经济体之间 还是经济体内部的一些贫富差异 一些差距能够得到缩小 第二点的 中国在地区的经济整合上 由中国倡导和主导的ICP 这次也先要继续推进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 由中国参与主导的 全球化的进程 能够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好的 非常谢谢邱先生的点评分析 另外第十届东盟与联合国峰会 三号下午在泰国举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当前备受关注的人口贩运问题 在打击人口贩运的同时 也必须通过国际间合作 来有效管理移民 在第三十五届东盟峰会期间 举行的第十届东盟与联合国峰会 由泰国总理巴育主持 会议对东盟与联合国 2016至2020年战略伙伴关系 联合宣言的五年行动计划的 执行进展加以确认 并就共同关系的气候变化 带来的严峻挑战 缅甸罗兴亚难民 对地区和和平稳定 带来的影响等议题展开讨论 古特雷斯也谈及南海问题 与会各方都认可 应在尊重国际法的原则下 通过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应对和解决问题及挑战 峰会结束后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本台记者就当前备受关注的 人口贩卖问题提问 古特雷斯对此指出 打击人口贩卖的同时 必须通过国际间合作 来有效组织管理移民问题 因此与会认为 遗亡与国际监制 因为今天 选择选择 因为流行为 权与人口贩卖 而这就是 我们必须 在所有的 虚择状况 三号档天海举行了第十六届东盟印度峰会 会议确定东盟和印度将继续推进东盟印度战略伙伴关系 海上合作 贸易 投资 联通信和旅游及文化方面的合作 但据悉 双方并未就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 目前印度未认为是在本届峰会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最大障碍 有印度媒体呼吁印度加入 但印度官方尚无回应 凤凰卫视远王涛 泰国报道 在关系美国消息 揭发通门事件的泄密者三号 透过代表律师表示 他愿意接受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的书面提问 以进一步厘清事件的来龙去末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评这个泄密者发放的是假消息 并且再次要求公开他的身份 另外特朗普还发文对加州山火迟迟未能受控表达强烈不满 他言辞批评加州州长纽瑟姆的牧林管理插列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像是一个婴儿一样 只会向联邦政府求助 而特朗普表明不会再向加州施以援手 加州方面暂时没有回应特朗普的批评 但其实加州的山林大部分是由美国联邦政府管理 州政府只负责其中的一小部分 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说 最近真的是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又有事情找上它了 这个最近呢 这个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名联邦法院法官 颁布了临时禁制令 阻止总统特朗普一向限制移民的行政命令 原本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是要求这些移民在获得签证之前 要证明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能够在入境之后的30天之内就购买医疗保险 或者是有能力自行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 他们不认为说这个今天子很棒啊 可以减少联邦政府的福利开支 而有移民团体就估计说 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会使得原本符合资格的 大概有37万人以上的人 接着就没有办法获得了移民签证 而最大影响的就是那些亲属移民 也就是希望能够移民到美国 去投奔自己的亲属的这些新移民 好 再来也是一项丑闻 我们来看到报纸上的消息啊 这个去年的12月的时候 我们也和大家报导多 美军一架战机和空中加油机 是在日本南方高支县的外海 大约100公里处相撞 当时呢造成了6名陆战队员死亡 或者是失踪 这已经不是驻日美军在当地第一次的荒唐行为 但是呢调查结果出来真的是荒唐到了极点 根据了解呢 这个部分在当地的在盐国基地的这些部分 战斗机的这个机师呢 军纪非常的腐败 违规的行为很多 包括飞行的时候 像这样把书拿起来看 一边飞一边看 到底是看前面的驾驶商还是看自己的书 要不然呢就是离手驾驶 或者是在这个驾驶套里面梳梳梳子 而且还把这些照片拍完之后发出去 那另外呢在这个队员里面还存在了 包括了滥用药物啊 酗酒搞婚外洗等有备职业道德的事件 那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呢 已经有四名军官遭到了解职 包括了小队的队长 而我们刚刚提到2018年这个高枝事故当中啊 甚至有两名战斗机的机师 他们的血液的里面 尿液里面被验出有安眠药成分 报告指出啊 其实啊在事发当时从医学的程度上 他们根本不适合执行飞行任务 当然啊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 让当地的居民也就是盐国的居民 非常非常的愤怒要求美金停止飞行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看两岸三帖的消息 早安您好我是林伟杰 欢迎收看凤凰早班车 如果您刚刚加入我们的行列 用一分钟时间帮您整理今天的新闻重点 习近平二号三号在上海市考验调查 他强调要扎实推进长三角域体化发展 着力提升城市能及和核心竞争力 让人民群众在城市有获得感幸福感 习近平还听取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工作报告 对上海各项工作给予肯定 李克强三号晚间在曼谷出席 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泰方欢迎晚宴 泰玉韩等国领导人出席晚宴 东盟系列会议正在曼谷召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这次会议早点 香港暴乱持续港岛东区太古城及新界大谱 在三号分别有暴徒聚集 太古城更发生了暴力伤人事件 这次要无人受伤 其中一名伤者被咬掉了左边耳朵 特区政府盈利谴责暴力行为 并表示绝不可藐视法治使用私刑 英国首相约翰逊此前的脱欧计划未能兑现 但他坚持此前与欧盟大臣的协议是目前唯一可行脱欧途径 呼吁民众为保守党投票 而脱欧党理秀法拉奇则表示 不会参加12月的大选将会全力制止约翰逊的脱欧议 揭发通门事件的消息人士代表律师在三号表示 他愿意接受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的书面提问 以进一步厘清事件的来龙去末 特朗普则批评泄密者放假消息 要求再次公开他的身份 再来关心香港的消息 香港暴乱持续 港岛东区太古城以及新鲜大普在三号 分别有暴徒聚集破坏 其中太古城中心的外面 更是在晚间发生了暴力伤人事件 一名男子疑似持刀袭击他人 至少有五人受伤 其中一名伤者是屈一言被咬掉了左边的耳朵 而特区政府对事件表示强烈的遗憾 并且严厉谴责暴力行为 在太古城中心商场外 在场人士尝试制服 穿灰色衣服 怀疑失袭的男子 这名男子用力搂着太古城西区议员赵家贤 更咬他的耳朵 赵家贤的耳壳给咬断掉在地上 他的身上和地上都满部血迹 他之后送院救治 失袭的男子之后被在场人士包围殴打 警员到场后把他制服并拘捕 特区政府严厉谴责暴力行为 呼吁意见不同的人士放下分歧 保持理性克制和而不同的态度 绝不可蔑视法纪行使私刑 其他伤者遇袭后由救护员急救 地上留下了一把刀 有目击者表示 婚姻男子当时拿刀袭击其他人 稍早时在太古城中心内 有群众聚集 防暴警察展开驱散行动 检查在场人士 并到不同楼层追赶 警员之后离开商场 在街上组成防线戒备 商场在晚上七点后关闭 警方表示 因为有蒙面暴徒 破坏一家餐厅 所以进入商场 采取拘捕行动 在大部 白天有蒙面示威者 先聚集在大部超级城 大肆破坏餐厅 现场传出有警察后 示威者往附近的住宅屋院逃走 到了傍晚时分 大批防暴警员 再到商场外 高举黑旗警告市民离开 并一度进入大部广场搜查 又在商场外持枪助手 检查戴上口罩的人 有人被制服 警员也再次进入大部超级城 制服和拘捕多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就像我们刚刚画面上看到的 香港多区在3号遭遇了暴徒的袭击 以及破坏特区政府也发表声明 予以谴责 当然警方也强烈谴责蒙面暴徒 有组织的破坏设施 以及目标商铺堵塞交通 并且袭击警务人员 警方指出在沙田屯门 大浦以及太古等地 警方处理案件期间 部分在商场内的暴徒 从高处向警务人员投掷杂物 也有暴徒在不同的地点 包括了围殴 以及指骂 持不同意见的市民 警方强烈谴责暴徒 目无法计的暴力 及破坏行为 重申绝不容忍任何人 为达成任何目的而诉诸暴力 必须坚定地采取执法行动 回复社会秩序 并对所有违法行为追究到底 而政府发言人表示 有蒙面暴徒 肆意破坏港铁设施 以及个别商铺 导致不少的大型商场 提早关门 使得多区陷入混乱以及恐慌 为了确保公众安全 维护法治 警方必须果断采取驱散行动 拘捕涉嫌违法者 严正执法 以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而香港湾仔区的新华社 亚太总分社办公大楼 早前也遭到了暴徒打砸纵火 新华社3号发表评论文章 强烈谴侧暴徒的野蛮行径 呼吁香港警方以及司法部门 尽快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文章同时强调 绝不会向黑色暴力低头 文章指出 修理风波四个多月以来 黑色暴徒与幕后的反中乱港势力 万一己私利 不惜牺牲香港社会整体利益 用暴力绑架全香港社会 制造黑色恐怖 以达到瘫痪特区政府 夺取香港管制权的阴谋 文章指出 新华社一直致力对香港事态 做出权威 真实 全面的报道 而反中乱港势力和暴徒 一方面使用网络和假记者 散布谣言 煽动暴力 一方面大肆攻击 传播真相的媒体和记者 暴露了其假新闻自由的真面目 文章强调 新华社不会因为暴徒的黑色恐怖 选择沉默 无论怎样的暴力手段 都无法消灭公正准确的新闻报道 新华社将继续坚定支持 香港偷袭政府和警队 依法严惩违法暴力 相信正义之声 并将洞穿黑色恐怖 凤凰卫视最后报道 亚美尼亚第一副总理阿维尼扬 在访问中国之前 接受了凤凰卫视记者的独家专访 他认为中国和亚美尼亚 在基建和信息技术等领域 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亚美尼亚副总理阿维尼扬 将在11月5日开始正式对华访问 并将在上海出席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以及第二届红桥国际经济论坛 商讨如何加强亚美尼亚 和中国之间的合作 Mr. Deputy Prime Minister 爱维尼亚副总理在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 亚美尼亚等外高加索地区的国家 时刻面临着安全挑战 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可以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为这个地区带来利好的发展 我们看到了银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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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维尼亚副总理还表示 在信息技术领域 中国和亚美尼亚各有所长 因此也是可以进行合作探索的重要领域 在哪个地方您觉得阿维尼亚和中国 可以联系一起工作 中国是一个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在如何务情效果 而且中国已经做了一种很严重的事 在科技区中的高科技中的产业 在全球科技中的高科技中的产业 而我们现在的联系社区 最快的联系地区域 凤凰威士森谦 亚美尼亚爱丽本报道 接下来把镜头转到台湾 台湾就有哪些焦点新闻 把时间交给台北站记者蓝镜图 镜图早 文杰早 各位观众早上好 台湾方面的报纸焦点 先来看的是中国时报 2020大选国民党的参选人韩国瑜 近日是再度的抛出青年政策 他表示如果他登上了大位 将协助学生的就学贷款的利息降到最低 甚至将利息全部都是由政府来买单 不过这项政策是遭到了蔡英文政府质疑 可能会有学生借贷之后转投资 有套利的风险 不过就有学生表示 申请学贷之后 银行是直接把钱给学校 学生根本不会拿到钱 何来套利之说 而韩国瑜也是痛批蔡政府 是把台湾的孩子当成贼 韩国瑜还表示 蔡政府与其拿纳税的钱去酬庸绑装 不如拿来投资下一代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加码批评 蔡政府对年轻人栽赃抹黑 令人不齿 而台北战争采访重点就要来看的是 韩国瑜启动全台的倾听之旅 并且是频频的抛出证件 民调数字是有止跌回升的现象 让民进党倍感压力 韩国瑜阵营就表示 民进党近期频频失分 除了刚刚报纸提到的抹黑年轻人之外 还包含了近期的香港男子陈同佳杀人案 蔡政府的政策反复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这些因素都让民进党蔡英文的声望受到质疑 韩国瑜的民调数字有逐渐回升的现象 韩蔡两人的差距也逐渐的在缩小 而另外一个采访重点要来看的是 2020大选 除了蓝绿两个阵营已经确定提名人选 政坛盛传也有提名权的泛蓝政党清明党 将征召党主席宋楚瑜四度参选 而副首人选传出是国民党籍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王金平表示近日确实有和宋楚瑜会面 至于两个人谈的内容 王金平说 现在还不能讲两人是否会合作 仍然有变数 而最后再来看一则中国时报的消息 台湾军方将耗资超过128亿台币 在284个重要的营区设置智慧型警监系统 并进行人脸辨识 声称是要整合监控 智慧型与影像传输的能量 达到提前预警的效能 不过朝野立委都质疑 此举涉及搜集人民的生物特征 不但缺乏法源依据 涉及侵权引发争议 因此军方才同意要去除人脸辨识功能 不过这笔超过百亿的预算 预料还是会闯关成功 那么相关消息 我们台北战都会持续的来关注 接下来时间再来交还给韦杰 好的 谢谢净途带来台北战的重点消息 接下来带您关心财经消息 再来看到是这个网页上的消息 上面又是一个大型打脸现场的 还记得吗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 一些进口的汽车还有零部件 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会造成威胁 所以我们要加征25%的关税 5月份他就说 再演个半年再来决定 到底是不是要加征关税 而这样子的半年的期限 这个月14号就要届满了 所以到底是不是要加征关税 收还是不收呢 对此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就表示说 由于和欧盟以及日本 还有韩国的汽车生产商 进行了非常良好的对话 期盼与个别的公司磋商 资本投资计划方面取得成果 华府可能不需要在这个月中 向欧盟日本以及韩国的进口车 以及零部件加征关税 好 再来看到股票的消息 这个美国股市上周震荡向好 其中标普白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 双双突破了历史新高 来看看这个礼拜 除了多项出炉的经济数据 左右市场动向之外 外界也相当关注多名美联储官员 对于利率前景的看法 美国大型企业的季度财报 好过市场预期 加上投资者预料国际贸易形势好转 同时美国10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超出预期 失业率维持近50年来最低水平 都提振市场信息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周累升了1.44% 收报27347点 只差12点就平了收盘历史高位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 也双双创收盘新高 全周分别上升了1.46%和1.73% 本周将有多项经济数据出炉 包括周一发布的9月耐用品订单中值 周二公布的9月贸易数据 和10月份ISM非制造业指数 而11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出值 和9月消费者信贷 则于周五出炉 此外 纽约 费城 芝加哥和达拉斯联储银行行长 本周都会发表公开演说 市场将观望他们的讲话 会否为美联储下次检析提供指示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至于香港股市方面 在上周是反复走高 累计上涨超过了1.6% 重新站上了2万7间点关口 中美贸易谈判动向左右市场情绪 恒生指数在上周出息走势波动 而美联储一如预期的减息 加上标普500指数再创新高利好市场情绪 带动了港股向上 并且在周五收复了2万7千点的整数关口 创出了一个半月的高位 累计全周恒指上升了433点 升幅1.63% 而展望本周有分析指出 中美贸易谈判仍然是影响大事的主要原因 投资者需要保持审慎 关注恒指能否站稳在2万7千点水平 来看报纸的消息 我们知道香港楼市过去几个月以来 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低名 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反弹的情绪 就在行政长官林郑月儿 10月中发表最新一份施政报告 宣布要放宽按揭的上限 以及向低收入的住户提供现金 今天的措施之后 我们看到楼市的交易价格都开始回暖 对此花旗集团 中国香港地产研究主管杨海权 就表示说 现在大家看到楼价已经是在底部 即将要重返较长的正常上升期间 而花旗方面还估计 接下来楼价每个月会上升1% 全年今年还是有5%的升幅 就算是明年经济没有办法看得出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它看好楼价还是会持续上扬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看专线打官 欢迎回来 中国国家化院研究员 凤凰卫视主持人王鲁香 书道艺术展周日在日本大阪开幕 总共展出了上百座作品 现场还举办了中日书道交流座谈会 周日一星恒金王鲁香书道艺术展在日本大阪开幕 此次共展出113副作品 含行书草书等多种字体形式多样 包括王鲁香在内 近百名中日文艺界人士出席了开幕式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行政总裁刘长乐也通过视频 对书法展的举办表示祝贺 中日两国呢一一带水 文化上同文同种 是应该说从文化的这样一个层面来说 是最容易这个沟通的 大家也确确实实 从日本这个民族的身上 从日本的传统文化的保留的这样一种韧镜上头 特别从日本的工匠的匠人精神上头 感受到了我们自己身上 逐渐在消失的很多的美好的东西 当天展会现场还举办了中日书道座谈会 从历史文化技巧等多方面进行了交流 日本撰客家协会理事长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中日两国书法文化相通 从王鲁香的作品中 可以感受到中国书法艺术更加博大精深 希望能有更多日本民众前来观展 王先生の作品を見ますと もっともっと素朴で原点 元の古典をもっと前面に押し出す作品 というふうに私には見えます 歴史の重み 古代人の心精神というものを 形だけではなくて そういうものを表現するということで やはり日本人とは違う中国の人たちの 人道に対する芸術感を強く感じます 次次书道展将在本月20日结束 凤凰威師赵瑞 善天正盛 日本大阪报道 会最新华凤凰色视频 接下来进入我们特别制作的 短视频环节 show time これは本届互联网大会的明星展品 5G機器人 鋼琴协奏 虽然他和人類演奏 鍵盘乐视的细腻技法 不可相提并论 但是也已经可以演奏出 茉莉花这样的简单曲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国新品 对清联中国建议 所谓中共代理人修法 就是白色恐怖 死灰复燃 我们再次正告民养党局 必须学家类码 陆卫会的说法完全是一派 发展所谓的外交关系 不过是痴人说梦 所谓挺台 是历史上所谓最好的 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 民养当局 夕阳自重 甘当棋子 以至于到了机不择食的地步 这种媚态令人不吃 死灰复燃 学家类码完全是一派胡言 痴人说梦 自欺欺人 夕阳自重 急不择食 词曲 洽墓的用品 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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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最后来看天气